国内再次传出中学生群殴事件 吉隆坡旺沙梅拉瓦第一批学生 手持木棍头盔等硬物 痛殴两名手无寸铁的中学生 导致他们抱头挂彩 满脸鲜血 警方宣布已经逮捕18人归案 而令人不寒而栗的是 最小的嫌犯只有14岁 年纪最大不过18岁 警方初步调查发现两名骑着摩托车的受害者 前前在路上遇到这一批骑着摩托车的加害人 之后立刻掉头离开 对方追上前来两人不慎倒地 结果就惨遭袭击 两人头部分别缝了10针和7针 警方释发后逮捕12人 并在昨天扣留另外6个人 同时当局也充公了凶器 并延长扣留所有落网者 以及在持武暴动和伤人角度调查案件